儿子 出什么事了 你还好吧 我刚收拾完东西滚上车 我能好吗 你打开视频 让妈妈看你一眼 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辞职啊 辞职就辞职呗 没什么大不了的 让你爸再给你找一个 干得不顺心 咱就换呗 你还提我爸 我就是因为他我才待不下去的 现在全公司上上下下 都说我爸兔子砖吃窝边草 手下美女 新人 个个都逃不出他的魔掌 我现在我就是个兔崽子 胡 胡说 造谣 你别信啊 没有的事 谁说的呀 这有没有证据啊 你告诉我他的名字 妈 你就告诉我这事是不是真的 妈 所以我爸真是这样的人是吗 我现在终于知道 他为什么把我调到上海来了 是不是在北京所有人都知道 他那些破事啊 现在上海那么多人都知道了 而且个个言之凿凿 我连帮他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他就是那样的人 对不对 妈 妈 妈 儿子 有些话电话里说不清 妈去上海找你 妈这样 你待在家里哪儿都别去 我立刻买票回北京 答应我 假装若无其事 我们回去一起处理 妈去上海找你 我定一步了解 好吗 喂 顺通快递是吧 我想预约一下明天的上门邮寄 大概五个包裹吧 八栋二零一 不过我可能需要加一下保险每个包裹 倒付就可以 好的 好的 谢谢 你们请我吃饭 也不用这么兴师动众吧 我们就是想来看看你 顺便告诉你 昨天发生的事啊 我们都站你这边 无条件支持你 我也是 特别感谢你们在家 真的 不过昨天这件事情过去之后 从今年开始 就是全新的开始 我挺好的 那就好 有些事情我们之前 都已经交流过了 我也不再废话 总之我还是那个态度 需要助威的喊一声 喷底框 鼻底框 管够 卢西 本部门某鬼材 私下设计的小东西 无线的 有带红外线的活物 从他旁边经过 他就能及时设向 并通过WiFi 及时发送到主人的微信上 不管你以后搬到哪儿 希望他能帮到你 谢谢啊 我呢 只会做几道拿手小菜 似乎从咱们认识 就没坐在一起戳饭 你快走了 咱弥补上 我没什么特殊的技能 但昨天试情之后 你成为二十号楼 我的第二个偶像了 谁是你第一个偶像呀 鸡嘴 我 好了好了 你们先坐吧 我去拿碗筷啊 我帮你 我也帮你 我也帮你 你 是给你 我还可以给你 我的呀 是 好 是 是的 我